第一个股推介是中兴通讯763 经济日报投资业话早选选 原因是内地积极发展数字经济建设 工讯部就说 需要做优做强信息通讯业 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支撑 政策推动不加上内地技术领先 电信设备行业前景进一步向好 可以留意电信设备股中兴通讯 凭着研发和技术能力 去年中兴5G基站发货量 5G核心网发货量是全球第二 在内地多个营运商服务器材集中 份额排名第一 摩通就说 华为被美国制裁在中国 这边上次被市场所占的份额可能下降 中兴的市场份额预料会增加 另外中国政府对数字化和5G和6G等的政策推动 都会有助推高估价 估计中兴2022到2025年 盈利复合年增长率达到1.8% 所以上周认为工业数字化 继续推动中兴收入双维数增长 中兴昨天股价升了6.5% 26.2%走势上酝酿突破 下个目标是2021年高位大约30元 可以25元附近收集 别穿上升贵大约22元止盈 等一下 ulux倒上后 回复合你看到